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Sharon就带大家来到了这个太古一年一度的美食节 这周是加拿大国庆节的长周末 你们能看现在已经是人山人海状态了 就感觉如同回到了国内就特别亲切 今天晚上还会有一些唱歌表演 可能人流会达到最高峰 Cabbage, flour, bacon, egg and dashi Cabbage, flour, bacon, egg and dashi 他说这个名字的意思是as you like it 去放一些什么章鱼啊海鲜啊 就可以换掉它的配料然后变成另外一种 偶尼有麻辣牛肉鸭筍 然后有麻辣的黄猴 我最辣的 对 然后有土豆 加麻加辣都没问题 只要你喜欢 对 好吃 需要加辣吗 不要 好像有点辣 现在已经辣到已经有点说不说话了 但是很好吃 但是很好吃 因为我一吃辣都会长豆 然后所以的话我就最近很认识我吃辣 就靠炸香浇维生 所以就很专业 终于可以解解辣了 它说是纯椰奶做成的 然后加一些椰果啊 好喝 感觉这个椰奶很浓 然后而且不腻 也没有很甜 其实我们在Instagram 它是JAHUTOfficial JahutOfficial Montreal 然后Northure可以有一家 还有一家在兰豪坡 然后还有一家在那个滑铁炉 四家 对 简直太大了吧 这感觉跟我脸差不多大 有没有 感觉很真材实啊 上面全都是芒果 而且很新鲜的芒果 这种脸啊 感觉伊宁上位真的吃了好多 就真的完全面不改色 心不跳的 吃一锅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一锅 我感觉我吃了一口 感觉嘴唇要肿起来了 第一次尝到蜘蛛奶茶味的帮女花 感觉味道很神奇 仿佛喝了一杯蜘蛛奶茶 让我尽头吗 让摄像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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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头觉得是浪费钱 我觉得 无焉不成锡 就是没有这一碗菜 就不成为一个锡 这就是他说的那个肉燕 就是外表像燕子一样 然后里面包裹着肉 好吃 它的皮都很筋道 然后它肉也很新鲜 好吃 谢谢 你试一下我们家的鱼丸 好 福建的鱼丸是非常有名的 我特别喜欢吃加新的鱼丸 它这个里面有支撑 这个鱼丸 好吃 好吃 这个就是好的 谢谢 好好 我今天舌头有点受罪 刚才辣被辣都不行 然后冰吧被冰了不行 然后这个臭被臭的烫的 不行 好嫩 导演终于露出了笑容 因为导演是沈阳人 所以看到烤两面特别亲切 这也太多人了吧 导演也是沈阳人 正不正中 那我们这一期就伴随着音乐就结束了 刚才大家也都看到了 已经人山人海人挤人了 都已经抽不出来扣能拍照了 而且我已经吃到太饱了 吃了好多东西 我肚子都已经被被鼓起了 我推荐了这么多好吃的 总有一款适合你哦 虽然播出的时间 国庆节已经过去了 但是食道的舒服 还是要送上的 难道祝加拿大152岁 生日快乐啦 多伦多衣食住行栏目 将由我们体验团成员 带领屏幕前的观众 从时尚 美食 居家 出行 四个板块 重新认识加拿大多伦多这座城市 有一头棒素材和合作的商家 可以发送您的idea至 info at deframes.ca 或者直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与我们的制作团队取得联系 那我们这一期的美食板块就到这里啦 欢迎订阅Deframes YouTube 腾讯及B站的官方频道 来收看我们的节目 多伦多时间 每周五晚八点更新 那我们下周再见啦 拜拜 好美啊笑笑